北京冬奥看点多多 今天将在12个分项当中 决出6枚金牌 分别是速度滑冰 丹满滑雪 越野滑雪 冬季两项 跳台滑雪 刚驾雪车 其中作为中国代表团 骑手之一的高婷宇 将会出战速度滑冰 男子500米的比赛 我们期待在平常冬奥会 获得过同牌的他 能够更进一步 我们也将力争 为获得两年胜的 中国男子冰湖队加油 下面咱们再做一个电影预告 北京冬奥组委特许电影 我们的冬奥 将于2月19号在全国上映 这也是奥运历史上 此前从未有过的 吉祥物动画电影 看一看冰敦敦和雪融融的 首次大荧幕之旅 将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 动画电影 我们的冬奥的故事 主要围绕冬奥会展开 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和雪融融 将和众多的动漫人物一起 体验冰雪运动 点燃冰雪运动激情 展现团结拼搏的冬奥精神 影片分为冰雪玫瑰 9月的冬季假日 小虎妞奇梦记 胖大圣借兵器四个篇章 片中出现的动画角色 不仅有熊大熊二 光头墙等动画人物新星 还有木偶虎妞 老兽醒 齐天大圣 葫芦娃 雪孩子 黑猫警长等 众多经典的动漫角色 片中 冰敦敦游京城 收获前所未有的惊喜假期 小虎妞在玩偶们的帮助下 鼓起勇气 挑战自己十分恐惧的滑冰项目 胖大圣带着快乐小孩 土土借兵器 一同参加天宫冰雪大会 小光头墙 与熊大熊二合力 帮助大家在暴风雪中脱险 在制作形式上 这部电影更是融入了 CG动画 传统木偶定格动画等 多种表现形式 这个故事分了几个篇章 这里面既有现代的中国的 冰雪运动的风貌 又有这个传统的 老北京的这种民俗 和这种传统的文化 基本上也是集结了 咱们国家在三地动画 两地动画 定格动画上面的 这些竞兵强将 然后大家都怀揣着 一个同样的梦想 就是借冬奥这个盛世和契机 然后去讲好一个 属于中国的故事 这也是咱们国家的 文化自信的一个 重要的体现 文化自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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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传 文化自信的一ован